为了跟小三远走高飞 阿超果断跟自己的老婆离了婚 他直接近身出户 以为这样就能跟小三双宿双飞 可由于近身出户没有钱 阿超也只能跟小三搬进了廉价的出租屋里 只不过让两人在意的是 身后的这个柜子看样子年代似乎有些久远 然而等到了第二天早上 小三正忙着收拾屋子 可这时他发现在柜子的旁边似乎有什么东西 那是一枚戒指 偏偏就在这时 看到是阿超回来了 小三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等到了一周过后 原来自从那天捡到戒指以后 小三每天都能在柜子旁边捡到女人的首饰 他怀疑那是阿超的情人留下的 于是便果断离开了对方 事后阿超看着小三给的首饰发起了呆 因为自己压根就没有情人了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却传出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猛地转过头 却发现除了柜子什么也没有 事后阿超迷里呼呼进入了梦想 可等醒来的时候 他却发现柜子旁多出了一个东西 没错 竟然真的又多出了一枚戒指 偏偏就在这时 身后的柜子又发出了动静 这下阿超再啥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战战兢兢地朝柜子后面看了不去 结果下一秒 这下阿超 中文字幕 李宗盛